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拆包的是来自Lulu的珠宝兔子 然后这一件呢,我是订了Sax色,也就是浅蓝色的OP 包裹已经在这里啦 这件裙子当时看官图的时候因为拍的环境光很重 所以看不太清楚是什么颜色 我还给代购说,请帮我订一下这一件的灰色OP 然后代购,怎么,这件好像没有灰色 不过没关系,拆开包裹以后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了 Lulu的话一般水平都还蛮高的,所以我觉得颜色应该还是挺好看的 OK,打开啦 好了,包裹已经打开了 啊,果然是 是一个 你打开啊 啊,还送了一个衣架 给衣架的代购最棒了 嗯 OP还挺长的,这么一看 然后颜色呢,是个 蓝色里面带一点灰紫色的感觉 嗯,我觉得能拍成灰色一点也不奇怪 真的不是紫色,嗯 可能紫色会更偏暖更粉一些 然后 蓝色的话就是一种冷调的蓝紫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蛮好看的 珍珠上面的话颜色会稍微有一点偏 黄色暖色,而这个珠宝的话呢,是蓝色的冷色调 蓝色,然后这个紫色感觉 这个sack紫色 感觉 嗯,和整个颜色融合的都蛮不错的 开看一下 嗯,就是这样一件很适合夏天穿的很凉爽的OP 里面的话也是有一层内衬 然后料子和,嗯,和我之前买的LULU 还有之前ETC经常用的那种料子都差不多 是一种比较软,然后还比较有质感的这样一种料子 背后还有一个可爱的蝴蝶结 记得真好看啊 然后这边是LULU的牌子 一个小飞领 超级好看,不过比我想象的好像要长一些 哈哈哈,感觉 应该还挺好看的 适合像我们这样的这个 呃,天空树和东京塔 嗯,那么就是这样啦 好,于是今天就是这样一个简洁明了的拆包 以后收到新裙子的话 也会尽量做一些视频repo 然后也会努力的再多做一些和罗相关的视频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拜拜 1953 年轻人 而就说给你们了 800福音乐 备人 如此 笔